大家早安 今天禮拜一跟各位解個盤 那大門指數從839跌到739 大概跌了700點 那整個一個指數的空間 應該差不多了 差不多只跌了 我們看幾個現象 那第一個現象當然是說 負管理國大 不管月季線的管理力都相當大 所以這是一個要素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強勢股在補跌 那兩檔基本面最強的 一檔是TPK 一檔是大力光 這檔股票第一季的一個基本面 EPA都相當棒 最兩檔的強勢機油股 你可以看到 上禮拜五大力光重挫 那這兩天的一個TPK呢 長黑嘛 那上禮拜五的一個TPK 長黑瘦最低 當然沒有馬上 就會往上走高 所以今天的一個重挫 連續是跟一個長黑 當然TPK隨時會有強坦的現象 這種基本面最強勢的股票 其實之前都沒什麼跌到 那TPK這兩天做補跌現象 大力光呢 上個禮拜我補跌之後 今天就補跌了 所以這次都是一個盤式 一個落底現象 為什麼 在大盤一個修正七百點過程當中 之前的一些弱勢股 你看一下 鴻海一直跌嘛 跌無可跌嘛 6176的瑞宜也是一樣 之前的弱勢股 跌五都高達一半 對折啦 瑞宜可以從 是說從158跌到90塊錢 股價幾乎對折 所以你可以看到盤面的一個現象就是說 之前最弱勢的瑞宜跟鴻海股價不跌了 所以才產生一個基本面最強勢的 大力光跟TPK 因為之前比較抗跌 所以會產生補跌現象 所以從這幾個要素來看這個盤 隨時會有一個落底往上攻擊的一個行動出來 所以跌了七百點 這當然是一個財富重分配的時機 如果這個時機點 投資朋友不曉得如何做操作了 不曉得如何分配你一個資金了 歡迎你 直接跟我們現象注意做聯絡 因為在一個重挫同時 每次的一個大盤都是給你財富重分配的時機 各位投資朋友一定要把握 那今天有打電話進來了 當然給予最大的優惠 投資朋友可以把握住財富重分配的時機點